我們看三詩題 它畫出光線經過透鏡或的路徑 現在這裡有兩個圖 這個透鏡都是凹凸 它是這樣畫是凹凸 這個圖的話 我們來畫出它經過折射以後 它的光線大陸的位置 這個首先我們看 首先A對透鏡而言是虛物 光線本來要匯聚在這裡 結果還沒匯聚在這裡 結果被這個透鏡給擋住 所以它對它而言是虛物 而且虛物的位置絕對值 它是小於這個透鏡焦距的絕對值 也就是說這個物據我叫做互P 互P 互P大零 P是小 沒有 P是大零 互P小零 這個小的多少呢 小的就是互F 互F 就是說這個透鏡的焦距是互F 那也就是說 嗯 應該這樣講 就是它的絕對值 應該這樣講 就是這個P P它是小的F 然後它物據是等於-P 它的焦距是等於-F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看 最後它成像會成像在哪裡 那我就帶成像公式 -P 這是物據 加上Q分之1 我要把Q算出來 等於-F分之1 那這樣我就知道Q分之1等於多少 等於P分之1 減掉F分之1 PF分之F 減P 那我為了要跟什麼呢 然後我就知道這個 Q是等於F 減P分之PF 那我為了要跟那個P做比較 所以我就給它上下處理F 就P 1減掉F分之P 好 這個東西的話 它是什麼 它是大於P 大於P 而且什麼呢 而且是很近 而且是實相 為什麼 因為這個小F P 這個是大於P 然後-P是小於N -F是小於N 這是大於N 所以這Q算出來是大於N 算出來Q 大於N 對透鏡而言 實相的話 是像在靜後 實相是在靜後 而且它的絕對值 還比P大 就是物據的絕對值是P 所以它應該成像在什麼呢 成像在這個的後面 而且 因為它這個絕對值比P大 比P的絕對值大 所以它放大力是E 還大於E 所以應該大概在這裡 大概在這裡 這是它的像 往在A的後面 而且放大力是E 所以這個應該是往這邊射的 往這邊射 往這邊射 所以後面的路徑應該是這個樣子 好 再來看這個 這個的話 它最後的話 虛物 虛物等於多少 虛物P 是等於 虛物P 所以我都知道 這一個像在哪裡 我帶到成效公式 虛物P 1分之1 乛物P 1分之1 這個算完了 我們把它插掉 像句是F 虛物P 1分之1 因為這是虛無,這個對它而言也是虛無,所以是互等 加上QNZ 等於它的焦距假設是F,但是是互等 所以得到Q是無窮大 所以它的成像是無窮的地方 而且它換在你大於1 所以事實上光線過來的話,它都會互相平行 這些光線都互相平行 這些光線互相平行,會依在無窮的地方 所以實際的光線是三條互相平行的光線